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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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圣像在这里放在那里人就不见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啊现在带领大家来参观一下新城天主堂不过今天那个听说代神父已经回国了要6月29号才会回来所以呢我们今天自己就来参观一下新城天主堂 听说这是日俊时代的那个神社改改建的哈你看这就是神社神社的那个建筑物就是这样古代的现神社建筑物就是长这个样子哈 他这边写天主教会 我们进来看一下哈从这个门进去我们进来看一下 这里为什么两个石头是不给人家车子进来还是咋的 来从这里进来哈 我也是第一次来我也不知道反正就带家 带着大家来参观一下 这是一个具有古迹历史性的一个教堂好这里你看这就是日式的灯呢古代日本就是长的灯就是长看到这种灯一定就是日式的好这是日本时代的神社的这个古代的建筑就对了 来这里应该是新城教堂的办公室还是什么你看又是一个这个灯 等一下我们再往那里去我先进来这里参观一下朝圣一下哈带大家来朝圣一下首先我们进来的是一个这个是水池改建的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样再下去再这样 就是一个这样的环境天主复活节二零二年新城天主堂 这里哈这个是代神父吗 这次来没有遇到他哈刚好他不在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一次 这是新城天主堂 的海报 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种主与你同在你在父女中受赞送你的亲子说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送 是一个你看这是百年来的祈祷求天上的神帮助人群共同生活和平相处 看到没有这是日据时代神社这是日本的建筑哈 非常的具有历史性训藏训什么东西训什么看不懂训什么东西的好在中教堂中农旁边的苦路下神父设置纪念座像这样这是他们的教堂好非常完整的介绍哈这个教堂好大家看一下哈 你看非常古老的建筑 它的那个藤蔓已经爬满了整个建筑物很幽静的一个地方真的非常的安静哈 二楼的建筑真的是很旧真的是很旧好像也没有人在里面 因为好像神父教堂是神圣的是天主所在之地欢迎各位进教堂参观默想保持安静不能说话回应很大可以摄影但是不能拍摄婚纱戏剧任何商业新闻祝各位平安天主降福带红鸡带神父 他回国了好的那我们就来参观一下这个教堂看看里面 因为他这个门关着我们可能进不去那是教堂天主堂的部分看一下可不可以进去啊这里是教堂它有窗子很漂亮 这个是教堂的内部 哇你看后面好漂亮哦 它的墙壁很美耶 哇塞 噓不能大声哦 我看一下这里可不可以进得来哦 可以进来真的可以进来保持安静哦 小声一点 这里是复活圣水哦 妹妹只有圣水来圣水圣水我们用一下圣水来 头上点一下这样子点一点 对点一下放头上额头胸口左边右边哎好棒哦 这里有圣水我们没有带瓶子不然就把圣水装一点回家 我等一下去车上找瓶子 这里是圣喜池 这边是圣喜池哦 我很好奇哦 我只是好奇 哇里面放的是金书耶 圣喜池 这十字架 这里放什么 这里也是金书 它这漂亮的葱花 我主要是对它这个墙壁的这个特别有兴趣 它这是十四苦鹿维 它把十四苦花在墙壁上 这里还有一个是呢 生命与死亡展开决斗 生命之主宰死而复活 死亡之锁链被摧毁了 它上面写的这个 纪念所有在此留下生命记忆的人 愿他们得到安息 还有复活蜡哦 这里底下有一块石感丹 这块石头很漂亮 不知道是什么石头 但是非常的美丽哦 来 再来是十四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四苦的壁画 应该是壁画 很漂亮的壁画 这里应该是 我知道了 他们在这里办告解吧 好可爱的告解地方哦 他竟然在这里办告解 在这里办告解 这里有历史的 你看都斑驳了哦 这是一个非常 我们来看一下哦 他的主宝的圣主宝的 这里是圣哥本 我们到祭台前来看一下 非常美丽的祭台 这个十字架 第一个印路连连的是这一块很大的石头 哇 不得了啊 这个大石头 奉献箱 大石头 等一下爱妮要来奉献一下哦 这个复活蜡真美 太漂亮的复活蜡了 这里还有一个耶稣 这是主宝 这叫什么圣母 我忘了 好漂亮的圣母 上面 葱花 每一块葱花都是不一样 哇 这个可花了不少钱啊 不过这是古董了啦 这是历史古董 你看天花板都有点斑驳了 好 再来看看这边是大色若色 这是大色若色 祭台我就不上去了 因为爱妮不习惯上祭台 因为这个在国外祭台 我们是不能随便上去的 不像在台湾 修女啦 教友随便往上爬 我是不习惯 我是不上祭台的 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尽量不要爬上祭台 你就算是教堂的工作人员 也尽量不要爬上祭台 那里的应该是圣体柜 好 还有复活啦 这个蝴蝶兰非常漂亮 很大朵 超漂亮的 非常美丽 真的太漂亮了 祭台我从车面拍照 车面给大家看一下 那里还有一块好大的实感当 有没有看到 好 这祭台非常漂亮 我们等一下要来祈祷 听说第一次来这个教堂 祈祷会很灵验 我们等一下来祈祷一下 再来我们到了奉献箱的地方 爱妮一定要奉献的 一路教堂 一路来路程辛苦 爱妮一定要奉献的 奉献的钱不多 丢一下奉献 这个等一下祈祷 听说第一次来教堂 一定要许愿 愿望会很灵 等一下爱妮要来许愿 竟然有猫咪耶 我的天哪 好可爱喔 黑猫 哈啰 黑猫 哈啰 黑猫 我们进来找厕所 遇到了两个 小猫咪 原住民 原住民是小猫咪 对原住民 新城天主堂 刚才从那里好像是教堂出来 这里还有车 我们几个是要来找厕所的 然后这里又进去 那里好像是个公园 进来这里 这里还有两个石狮子 这两个石狮子估计已经 几百上千年了 然后刚才遇到了那两只原住民猫咪 那里还有圣母亭 这里还有一个天主堂 这我迷惑了 到底是在哪里做弥撒的 我看一下哈 这里有楼梯上去 估计可能这里有雨伞 可能神父是住这里 哦 这里有在喂养流浪猫 这里应该是办公室 那可能是神父可能住在这边 然后 这里有天主堂 有一个木雕 有一个木雕 我们继续往里面走哦 这里有个石杆当 一个很大的石杆当 虽然啥也没写 然后还有圣母 万福园 圣母园 好 这个狮子 都是很久的 很古老的狮子 这个环境真的不错 2007年长这样 1937年更古老 2007年 现在是2023年长这样 让我们上来看一看啊 这个环境真好 我觉得在这里当神父应该很爽吧 这 都是芬多金啊 还有一个很奇异的 古老的树 我们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圣母亭吧 这里门关起来了 不能上去 但是这里全部都是古迹 连一个小小的石头 狮子都是古迹 你看 安宁对这种古董特别有兴趣 好 那是圣母亭 一个路德圣母在这里 我们去看一下那棵老树 我对那个老树特别有兴趣 因为它已经把自己给长歪了 你知道吗 越长越歪了 你看它的气根 这一定是个大榕树 因为大榕树才会有这么多气根 它的气根 有没有看到 全部都是它的气根 其实它只有一棵树 但是它的气根一直往下长 一直往下长 然后就会越长越多 越长越多 这里还有竹子 估计可能春天到了 神父还可以来这里砍竹子 不是 吃竹笋了 不是砍竹子 来 我们再绕到另外一边去 这新城天主堂 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 没有想到咱们 就这么绕到这里来了 瓜牛啊 我看一下 那菜头有猪来 哇 我们看到一只非洲大蝸牛 那是我看到的 这个叫非洲大蝸牛 活的呢 今天中午我们可以吃法国 法国蝸牛 加点起司 可以吃哦 好吃哦 要不要吃 好嘞 好嘞 还想吃蝸牛 哈哈哈哈 是我说的你就吃哦 哎哟 这棵树叫琉球松 他给了他一个身份排排 好 再来哦 这里是圣母亭 我们来看一下圣母亭 这里应该就是 到底了啊 没有了啊 参天大树 好几棵琉球松在这儿 后面应该是一个果园 还是什么的 这里真的很乡下 非常的适合养老 我感觉我还蛮喜欢这里的 你看超级安静 只有我们几个的生意 朋友进来了 因为实在找不到尿尿的地方 后面圣母亭也去过了 在这里看一下吧 这个教堂实在是非常的古老 感觉有个百年的历史 好它这里有个美人鱼 不是美人鱼 是美人抱着鱼 好像也不是 好像是一个原住民抱着鱼 对 然后这里都是芭蕉树 一个芭蕉树林在这儿 非常的 后面好像还有一个小小的仓库 一样的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都是芭蕉林 然后这个房子实在很古老 这里我看整修起来的话 可能需要花费不少 可能神父的房间在这里吧 我在猜啦 因为我也不知道神父不在 没有办法导览 好这里门都关着 这里可能是厨房吧 也打不开 这里都锁起来 全部都锁起来 都是堆杂物的地方 洗手的地方 还是找不到 连上厕所的地方都没有 可能要到外面去上厕所 你看这里的栏杆全部都 斑驳了哈 估计这也不知道是什么树 这也不知道是什么树 这也不知道是什么树 我们现在祈祷 因为神父说第一次来的教堂 许愿的话 愿望通通都会被达成哦 没有跑去旅游团啊 对 你是郑先生吗 不是 我们在想说要带我车 我就就好 我们用紫壳子呢 因为 因为比较大的 对 可以装吗 你的尾巴 你要不要看一下 你看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就不用那个 他这个箱子好像是要给我们的 装这个的 嗯 还有这一箱也是我们 不用让他们在 他也是要往那边 我们也是往那边 我们要去苗栗啊 你要去苗栗 那到苗栗再放我们车上也行 是这样吗 没有 还是你要直接到 先到中栗再到苗栗 先到中栗再到苗栗 因为中栗先到 然后 是这样子吗 那你这个放我车上 可以吗 那你那个 你这个躺的都可以了吗 都可以了 都已经躺好了 哇 哇 哇 欸很大呢 我没有摸他 我看一下而已 哇 永厚厚啊 啊 好好好 永厚厚的好 这是音响 郑先生吗 不是 不是 不是说大台的时候吗 大台啊 哇 哈哈哈 够啊 够啊 哪里不够 你样子 我不是那个郑先生 啊 郑先生是吧 不是 呂先生啊 呂先生哦 哦 因为他一直跟我说郑先生 郑先生 是吗 是你拿过来的是吗 哎呦 哎呦 我以为是那个神父一直说你郑先生 郑先生 没有啊 我就一直看有人坐我就郑先生 没人理我 郑先生没人理我 我觉得是你哦 我不知道啊 我没看到他 我都没有看到他啊 真的啊 那我这个箱子就拿掉了 我有一个第三箱子 什么样子箱子 谢谢 哦 很漂亮耶 哦 真的很漂亮 嗯 我说你很漂亮 哈哈哈哈 真的很漂亮耶 哇 诶我妈要纸壳子 你要不要纸壳子 哦 哎 啊你怎么搬一下就这样 哦 这个很 哦 这个会咬人 要给你咬了一口 什么事 我开玩笑啊 是我妈妈不要打了 嗶嗶 那这里就给他回收咯 可以回收没问题 因为我怕你们纸壳子不够的话 那个怕壮坏 我就带了纸壳子来 你看我都 我都 都准备好了 你看你那个都带了 你看 哇 我有带绳子来呢 我想说你要是绳子不够 我还有带绳子 我还有带纸壳子 什么都有带 那是你装好不要摇晃 对主要不要摇晃 他要是摇晃的话 一空就破掉了 对 因为还好这个不是磁的 他不是磁的吗 玻璃的 玻璃的很脆 这不是玻璃的 不是玻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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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混合那种的 哦 哪里去啊 他现在要给绳子住肾 哦 不会摇晃 对 你车子有没有那么摇晃 这个 这个 打给 他一直说郑先生 郑先生 不是 可能是 我以为郑先生 他一直跟我讲郑先生 这东西是他的 他的他的 我儿子的 你儿子的 是 是 这是 好 所以他可能在上班 不是上班 他没有上班 他是桃也上班 他在杨美上班 他现在我说他没有接电话 是在上班 在忙 没有 早上我跟他一起来送这个东西 他去找神父 对啊 要给神父祝圣 你说这些要祝圣吗 对啊 他不是已经祝圣过了 现在要祝圣 他早上说要去找神父 没有神父了 神父回国了不是吗 神父不在啊 他回国了 六月才回来啊 要跑哪里去啊 没关系啦 我们弄好就好了 你棉被给你拿回去啊 好好好 棉被给你拿回去 放在那边 有两个小的放在那边 好啊好啊 没关系啊 可以啊 你弄好就好 我就不动了 你专业的我交给你 你专业的 对对对 交给专业的来就好 你看看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们走到了宜兰舒奥 你看 哪个有钱人玩这一招啊 他把房子盖一个大蜡笔 你看 我妈呀 他把房子弄成蜡笔 这是蜡笔工厂吗 我天呐 这是哪个工厂 哇靠 这是哪里啊 我天呐 蜡笔城堡 我天呐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有钱人玩 这是一样什么有钱人的玩意儿 哇 是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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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里